秋天干燥,嘴唇容易缺水脱皮爆拆,要常被查润 高,但亦要小心有致癌风险 肖委会早前测试是45款润唇高 结果发现于八成含有害矿物油Moa及Mash 其中23款更含可致癌物质 不过,肖委会一指出,没减出Mash Moa,最便宜一款只售38美元 另外,肖委会一叫,有助选购 跟选择月刊第521期测试报告 肖委会检测市面上45款要工程人使用的润唇高 每支每瓶的重量从1.5克22克不等 每支售价则由13美元至505美元不等 以功能划分,大部测试样本以滋润嘴唇为主 但有11款标榜具有SPF10至SPF30防晒效果 以产品包装划分,合共有36款打开瓶盖 即可涂抹在嘴唇上,28款为传统的筒装 8款式软管 余下的9款为瓶装,要用手指沾取再涂抹使用 是45款润唇高矿物油检测结果如下 肖委会指出,含致癌矿物油物质的润唇高 被吞噬后有机会积体内 所以,要留意润唇高所采用的成分是否安可靠 曾有研究指出,查润唇高潜藏的风险 以及依所吞噬的矿物油分量 肖委会指出,矿物油Pro-Aphenum Liquidum-Mainer Oil 是长于制造护肤品和化妆品的成分 可在皮肤表面呈薄膜,减少水分经皮肤表面流失 不过,Mush及Moha这二种物油成分 可能为人体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 肖会试次报告指,两种有害矿物油成分含量如下 次测试一发现,有23款样本检出Moha混合物 总量有0.0054%至高4.5% 其中,Kiehl's和凡士林检出的Moha总量分别为3.7%和4.5% 发现Moha成的样本普遍会同时检出Mush 肖委会指,在产品成分上看到有矿物油成分 例如矿质Petrolatum,矿物油,GC-Polyethylene 丁锡Polybutin等 该成分更是列于成分列表中的头三位的 该润唇膏较大机会减出含量Mush 而且含量较高,有部分会同时被减出含有Moha 所以要尽量避免选用这些成分的润唇膏 肖委会指出,有9款润唇膏样不含Mush G-Moha 而且总评为5星满分,消费者可放心使用 唇膏有多种香味可供选择 但肖委会提醒,香料分是由多种化学物质组合而成 部分更会有效的致敏性 另外,即使部分物质本身致敏性不算 但接触空气后,就会形成致敏性高的物质 例如,鉴于润唇膏产品的柠檬C-Lamonin和方张唇Lanello 肖委会发,有8款样本减出微量涅膏 含量由0.1Mg-Kg至1.9Mg-Kg不等 另外亦有2,同时减出微量铅和涅 不过,内地化妆品安全剂 规范和欧盟化妆品条例均未有为化妆品中的含量设有限值 涅销委会指,润唇高成分除了矿油 香料和重金属会为人体健康带来风险 还有,少致敏物质要多加留意 相关文章,星岛头条App经 推出最新版本,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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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